你們,我是臺北市趙慧兩首敵弟兄 在訓練之後,主引導我,以暫時的身份繼續受成全來服侍主 其實我還能夠維持福音的名,帶一些的人得救 但因著缺少與主的交通和更新的奉獻,帶得救的人就漸漸少了 但我知道,還記得自己在訓練的時候向著主的奉獻 但我對於自己實際軟弱的情形卻無力翻爪 在去年的七月,我和姊妹結婚 我們兩個人都深知我們自己在福音上的軟弱 當我們在預備我們的奉獻心願書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主啊,我們願意奉獻給你,願你自己來負責 我們就奉獻,我們能夠眾生出去有傳福音,並且結長存果子的生福 當時,趙慧的確有帶領我們要在主日聚會後出外傳揚福音 讓我們嘗試心有無和力不足 但主必不放棄我們 藉著區區都有親子牌 周周打開家的實習 主就把福音朋友帶到了我們的牌裡 使我重新建立聯電話 關心人,邀約人,並且為他征戰祷告的習慣 我們也能夠在中間和姊妹和我一起侍奉的同伴為他祷告 過來這位弟兄也就受盡成了我們的弟兄 這個哲學行開始,趙慧跟檢究帶領我們要繼續出外的扣門探訪人 我也和姊妹,我就在一同的更新奉獻 我覺得我們需要勉強自己 我們需要勉強自己投入水流 投入水流的時候,我們就是蒙福的 因此我們也就操練周周在主日會後,一同的出外探訪人 就是要見證,讓我們投入流離 我們自己所得的恩典是更多的 讚美族,藉著彼此激勵和同伴一同的操練 我們就能夠在流禮捷補師 我是私會所的姊姊姊妹 今年在訓練結束後,就回到研究所讀書 因著離開學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心裡難免是會有人擔心和害怕 但是想起在訓練前向主唱的一首詩歌 補充本的540首 深院主恢復的獨特做我生活工作標記 也是我就向主奉獻我研究所的生活和服飾 不論之後所有的忙碌,我還是有固定未養的對象 能夠繼續走神秘秘之路 在結訓後,我得知在訓練期間 所謂養的有些小羊他們沒有過正常的照會生活了 那當時我裡面覺得非常的過不去 然後我就祷告到主的面前 主呢他並沒有告訴我該怎麼辦,該如何做 他只要我在餵養上能夠有更新的奉獻 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 以為自己一個人老虎的禱告 或是一個人餵養 就可以把人恢復到主的面前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我就很容易受養的情形歸心 而停止了牧養 我需要把自己奉獻給聖徒 能夠在配搭裡面來餵養來恢復新人 所以我就遭願每週 因為每週有三位分別在不同會所的聖徒 就是當時和我在各地開展的姊妹們 一同的為小羊和新人有一同電話的禱告 反而原先和我約禱告的姊妹 在餵養上也是有些灰心的 但是我們就是一同禱告到主的面前 雖然這個小羊或是新人情形一樣沒有改變 但是這個禱告卻拖住了我們 使我們能夠在從主領受負擔 對人在有盼望 能夠一直的把人禱告到主的面前 並且觀察聖徒是如何在小羊身上來動功 我們邊尋求就邊往前 我相信就像我們能夠在教會生活裡面 是因為背後有許多的弟兄姊妹 一直的為我們帶導 任主真是持守我的奉獻 而聖徒能在禱告上堅定持續 並且在餵養上向著處中性 能夠讓主在我身上有路 大家好 我是北市私會所的康哈達姊妹 在今年六月底住進私會所的在子姊妹之家 雖然在子姊妹之家的銷戀是非常的緊的 但是我知道 我若沒有向著主有一個絕對的奉獻 我還是會很安逸的照著我自己的體力 照著我自己的時間來衡量我的招會生活 但我們知道招會生活不是為著我們個人的享受 還是為著滿足神的需要 所以那時我就向主一個貢獻 說主啊我要存心討你的喜悅 但是奉獻我們的心還是不夠的 在過程中還是會時常感到疲乏軟弱 像我九月初這段時間以來 就多次覺得夠不上 但有一次青少年服飾結束 居然會晚上回到姊妹之家 我覺得很累我跟主說 主啊我真的好累 難道我下班之後的生活 一定要這麼的拚嗎 我裡面那時候滿室滿月 我就帶著這樣的滿月去睡覺了 但是感謝主 他的憐憫每成都是新鮮的 當我本天早上五點半的鬧鐘還沒有響 主就把我喚醒 那時候我裡面有一個感覺我非常的清楚 主啊我需要更新的向你奉獻 我就起身退下 對主說主啊在將自己奉獻給你 對 要來的這三十年 是我活著的每一天 他是為了把你迎接回來的活著 對 但是主這樣的禱告一結束 主在我裡面就一個很濃細的聲音 他說女兒啊 你的日子如何 力量就如何 我弟兄姊妹們 我們的日子如何 力量就如何 造成我的觀念 我是我有多少的力量 我做過怎樣的日子 但是不是這樣的 當我們把我們的生活先拼上去 是對我們共用的力量 因為卡斯那林是沒有限量的 我們是把這個絕對的人 讓主在這一代有路出去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喜樂 我是台北二十四會所的蔡又錡姊妹 我在二零一零年受盡 因著在職場工作的關係 我有著誠心的餵養 古今小排 還有舞蹈 使我有著屬天的供應 但是覺得自己的屬靈生命不夠 裝備也不夠 所以我就很可慕追求真理 被真理構成 臨前五章十四節說到 原來基督的愛困破我 使我更可慕受成全 在二零一一年 因著參加東馬的國賞節特會 那裡有壯年班 成全班的訓練呼召 就說到主啊 願愛你的人 有如日頭出現 光輝烈烈 記得這句話 使我更加強我要參訓的心智 阿們 於是我就在二零一二年參訓 阿們 參訓的過程中 我受到家人的反對 家人都認為我要去當修女 但是臨前二章九節 神為他所愛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這處境節不大安慰了我 同時我也和家人分享這處境節 謹奇妙的帶領 使我和家人建立喜玩島的生活 主演一念她的話 一人得救 全家中必得救 在二零一三年畢業後 我的父親得救 現在我全家得救 我的媽媽也成為我的同伴 坐在這個月也結了三個果子 愛是我奉獻的根據 精華於是我奉獻的意義 感謝主有份於神終極的行動和負擔 我要抓住機會 再要來個三十年和同伴 為著福音真理 聰會信徒 將全人獻上 好們感謝主 我是二世會所的葛維倫弟兄 我在08年的時候 因著新職特會 有一個奉獻的流 我在那裡和姊妹宣告要打開家 自從打開家做福音小組的時候 我就有了同伴 我們在這裡一起祷告 一同誠心 甚至一同傳福音 我傳福音的時候 先從我自家人開始起手 一直到我的新皇好友 到我的同事 一共有三四十位得救 其實他們得救的時候 感覺似乎留不下來 這時候就到主的面前去求問 在主的引導之下 要我能夠以新生命課程 一套時刻來餵養他們 剛開始餵養的時候 他們覺得條理分明 能夠有根據 因此他們都能夠吃喝享受足 這時候他們就能夠有寒食 有根基 因此我在今年下期訓練的時候 我能夠帶五位來參加現場訓練 我們能夠達到神聖啟示的高坡 奉運基督做吃生命的靈 讓他們可以吃喝享受主 基督做生命 照會做生活 我在想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帶五十位得救 每個人都可以帶五位進到一年七四的說話 我相信不需要三十年 主就回來了 所以我在這裡有一個更新的奉獻 我要將我的時間 以及我的財務 還有我的體力 讓我擺在教會生活裡 我雖然是在此的 但是我要用一個全時間的心態和演功 來奉獻我的一切 是喔 謝謝 我可以